印度空军10月21日发布消息称 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在训练中遇到技术故障坠毁 飞行员跳伞生还 这也是印度今年发生的第五起战斗机坠毁事件 而在此之前 今年印度的上空已经坠毁了四架米格21战斗机 这也再次证明了印度全球文明的超高坠击率所言不虚 除了使用俄罗斯制造的战斗机 印度空军还有使用法国战机的悠久传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印度空军就一直在使用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幻影2000战斗机 印度空军此前总计划购买了59架幻影2000战斗机 在坠毁这一架后 现役还有46架 在今年9月 印度又从法国购买了24架二手的幻影2000战斗机 以支持该国空军日益老化的幻影战机部队 采购合同的总价值约为2700万欧元 平均每架战斗机的价格只有112万欧元 这些战斗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零部件 用以更换维护现役幻影2000战斗机 这样算来 印度空军的幻影2000战机 很可能会在未来突破50架 印度空军出于地理和战略原因 需要多种类型的战斗机 以应对未来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 除了现有的米格21、米格27和美洲虎外 保障幻影2000战斗机的完好无损 是印度空军一项很必要的投资 幻影2000是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单座单发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由法国自主设计 是第四代战斗机中唯一采用不带前翼的五尾三角翼战斗机 主要用于防空截击和制空作战 也可进行对地攻击 近距空中支援和侦察等任务 幻影2000是世界上少数不模仿苏联美国技术的战斗机之一 法国在战斗机研制方面独树一致的做法 不仅体现在幻影2000战斗机上 而且体现在整个幻影系列的形成和发展之中 法国达索公司在研制幻影三型战斗机获得成功之后 于1964年与英国合作 共同研发一款可变后掠翼战斗机 项目称为AFVG 和许多冷战时期的多国开发案例相似 在双方对于技术规格缺乏共识下毫无进展 英国的要求以对地攻击为主 法国的要求以空战截击为主 最终项目于1967年宣告结束 后来英国转与意大利和德国合作 而达索公司向法国空军提出了较保守的 传统构型概念战斗机与后掠翼的测试机种 但法国空军要求研制一架较轻小的新幻影战斗机 所以从70年代开始 达索公司就在研究轻型简单战斗机的方案 目标为开发一架中小型单引擎战机 试图改善之前的设计缺点 并做某些创新以取得未来在国际间竞争的优势 新型幻影2000战斗机的设计 回到幻影三型的五尾翼三角翼 但采用线船飞控及复合材料 达索公司只使用了27个月 便让原型机在1978年3月10日实施首飞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 截至到2013年 幻影2000系列战斗机总共建造数量600余架 改型多达20余种 基本形式空中优势战斗机 幻影2000C型 可进行全天候全高度全方位远程拦截任务 幻影2000战斗机先后为法国印度 秘鲁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所购买使用 由于后续机种阵风战斗机已经开始生产 法国决定停产幻影2000 最后一架出厂的幻影2000由希腊空军订购 2007年11月23日交货 最终包括7架原型机 4架仙岛量产型 601架量产型 幻影2000家族共生产了612架战斗机 幻影2000战斗机采用的三角翼布局 是比较理想的展显比小的气动方案 有利于减小弯距 翼根处的厚度大 不利于减轻机翼的结构重量 便于制造 而且强度较高 三角形机翼的可用容积大 便于装燃油 起锣架及各种设备 从气动观点来看 它能减小倍足阻力 提高气动效率和增大升力 幻影2000战斗机设计的目标之一 是要增大有效载荷 占飞机总重的比例 即所谓改进结构效益 为减轻结构重量 幻影2000广泛采用了碳纤维 膨纤维等复合材料 并加固了机身的某些部位的结构 幻影2000战斗机配置的一台M53发动机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批生产单轴式 涡轮风扇发动机 它的结构简单 由10个可更换的单元体组成 易于维护 发动机在高空超音速和低空亚音速条件下 加速性很好 飞行包线的范围很宽 发动机的耗油率属于中等水平 所以它的续航性能并不突出 飞机上共有9个外挂点 总外挂能力约6000千克 其中幻影2000-5武器系统挂装了米卡空对空导弹 这种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带全互换引导头的空对空导弹 可用于中近距空战 导弹使用灵活 维护保障简便 可对付多种空中威胁 是美国先进中距空对空导弹AMI-120的有力竞争对手 我们再来看看幻影2000战斗机的技术和性能数据 成员一人 机长14.36米 翼展9.13米 机高5.2米 空重7500千克 发动机一台斯耐克马M53P2加力涡扇发动机 最大起飞重量17000千克 最大燃油量3080千克 最大速度2695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3335公里 它的武器装备有 两门低发554型30毫米空中机炮 单门配弹125发 两具MATER GL-100火箭夹舱 每具最多可携带18只60毫米火箭弹 10枚空对空导弹 两枚AM39飞鱼反舰对海导弹 两枚AS30短程空对地导弹 9个挂载点共载重6300公斤 可挂载各种通用炸弹及AN-52战术核子弹 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参加了80年代至今的 多次北约重大军事行动 海湾战争 波黑战争 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均能看见幻影2000的身影 幻影2000战斗机的初次实战并不理想 1995年 北约轰炸波黑行动时 一架幻影2000N在8月30日下午17点 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的防空部队 以9K38真式单兵防空导弹击落 两名飞训员被俘 这是法国空军自冷战以来 最严重的军事损失之一 幻影2000战斗机初次实战就折翼沙场 虽然幻影2000没有赫赫战绩 在海湾战争也不像F15 F16那样引人注目 但其从性能水平和作战效能来看 它依然是一种研制相当成功的战斗机 2011年3月19日 法国空军派出幻影2000战斗机 空袭了班加西郊区的坦克群 打响了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第一枪 10月20日 北约预警机发现卡扎菲的车队准备逃离苏尔特 两架幻影2000赶往现场 向车队发射导弹 当场炸毁数量汽车 卡扎菲被俘身亡 这也无疑成为了幻影2000战斗机的历史高光时刻 虽然阵风战斗机已经成为 法国军方的新一代战斗机取代幻影 幻影2000系列的发展也将终结 但作为八九十年代的明星战斗机 幻影2000的设计确实独具一格 它成为横跨两个世纪之交的法国军工界代名词 完美完成了它的时代使命 堪称法国骄傲 空战传奇 虽然到今天 法国空军的核打击任务 已经由阵风战斗机接替执行 但幻影2000D目前仍然是 法国空军远程精确打击的主力机型 主要执行常规对地攻击任务 法国军方正在对幻影2000D战斗机进行升级 预计能够在2030年以后继续服役 本期对幻影2000家族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